今天我们用橙皮还有鸡翅来做一款简单好吃的橙皮鸡翅 这块橙皮我已经泡软了 我们来把这上面的这些白膜给它刮去 这层白染比较苦 我们一定要泡软了之后给它刮去 白染刮干净了之后呢 我们给它切成小块 鸡翅洗干净了 我们来腌一下 加入切小块的橙皮 少许白酒 一点点盐 给它抓匀 然后腌制30分钟 先给它腌个底味 鸡翅腌好了 我们来气锅热油 也要稍稍多一点点 锅烧了热一点 再把鸡翅放进来 稍稍放进一下锅 煎出来才比较均匀 一面先煎好了 就给它翻另外一面 把两面先煎好 我们加入一碗清水 把腌制的橙皮放进来 再来调一下味 加入生抽 蚝油 给它搅匀 这差不多收干了 我们来淋上一些蜂蜜 再用铲子推动一下 把这收干 好了 这收干了就可以关火了 这样做出来陈皮鸡翅呢 特别好吃 有浓郁的陈皮香 超级美味哦 喜欢的朋友一定要试一下 我是小坏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关注我哦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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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